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房到现在只要在关上门是无法打开的 整个这个地方拖摩擦地板根本打不开 用力拉也是开不了的 你说这个门这样子一直不给我解决 你们到底安的什么良心呢 要我怎么住呢 我是万丰海岸城业主 我和我的邻居们都是省吃俭用 花了半辈子的积蓄东拼西凑 甚至有些人每天打三份工 为了孩子上学买的万丰海岸城 然而至今已经三年多了 我们很多人仍然被开发商坑道无法入住 自2023年3月开发商通知交房 很大一部分业主遭遇了和我一样的情况 我在验房中发现房子漏水漏电 电路短路烧毁 多处地砖破损 凹凸不平 严重积水 多处门槛石和窗台石断裂 整栋楼厨房烟道破裂 油烟漏的客厅和电梯厅 甚至有些业主家里油烟漏的卧室 房间门严重下沉 撞进门框 无法正常开关门等等 本想的都是可以修复的问题 督促开发商尽快修复好了 我好搬进信心念念的新家 上面这些问题 如果早一搬的装备公司 一个星期就能完工 花费最多几千元 但是遇到海岸城这个巨坑的开发商 拖了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期间派了些工人来敷衍的维修了一下 不仅原来的问题没有修好 还把我周边给破坏了 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不得已 我只能要求维修的时候 我过去现场盯着 给师傅买饮料说点好话 但是没想到 师傅喝着我的饮料 对我说你爱修不修 也难怪 他背后是有海岸城开发商 高层撑腰的 开发商不仅不好好维修 期间还派了一大群人来和我吵架 说楼上漏水下来 导致电路短路烧毁 是我自己泼的水 说阳台卫生间地面 两厘米深的积水 没有任何问题 说这没有积水 我们卖了几千套房子 都没有问题 偏偏就你家有问题 这就是什么 往哪去 不得已我只能向住建局 和街道各部门投诉 但是架不住 人家开发商 根本就不怕呀 看一下棚顶 掉下来的东西 这是掉的 掉顶的因子 已经扎破了 看一下里面 这里面现在已经落关机 这么大一块掉下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海沙 建房的时候 用海沙建的房 里面的铁容易生锈 因为海沙的里面 是含烟量是很重的 所以用海沙这个建筑 它最大的坏处 就是里面的干筋会生锈 铁钉会生锈 然后吃完之后 就随便这么一抠 它就会掉粉沉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玄坤柱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 这要吓死人了 刚刚进来这里想搭电梯的 结果硬是被这个电梯吓得五感散去 看 竟然是这种紫色蓝色的灯光 这是要吓死谁 这谁敢搭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这面墙 这个录影能看到 就是各种打钉的痕迹 它原先胜水 然后他们打的钉 但是能看到吗 这些钉子打在这个空心窗 这空心窗上打墙还是想干啥呢 这是原先的 原先修复的 我们讲话要实事就是 大家一直很想看安之凡 现场道路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从这个 这一区来 还是被它分区 分区是真的 我们看 我现在这一区走进来吧 就目测过去 都能看到各种问题 大家走慢一点 看一下这个 你看 这个就是我当初说的 它要单独捕两三公分 然后 未来呢 这些就像 就像那个网友们说的 狗皮膏药的样子 会单独突起一部分 我们看最后 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看看这 刀开里面全部都是湿的 这卫生间底下的瓷砖 全是潮的 说明用的是海沙 它就不干 看这 看这 都已经泡碱了 都泡碱了 全是潮的 都泡碱了 这可不就是 又用的海沙 自己看 啊 强度够吗 啊 我还没住进来呢 自己看看 啊 我还没 你呀 求我家的矿啊 瞅瞅这上头 都没有过梁 没有过梁 弄 卡片当过梁 讲铁片 瞅瞅这什么样 瞅瞅啊 这 孤山孤山的 为什么我大庄 我要不大庄 我这房子得塌 啊 跟我弄着活 怎么都看看这个 这个他把这门框 瞅你妈比晃晃悠悠的 瞅瞅 你晃起来 看着活 老百姓容易吗 装修 装修的时候发现这种窗角 啊 还有这种墙壁 都有不同程度的渗水 啊 窗户基本上 每个窗户都渗水 包括那个烟松